虎扑11月2日训英超第七轮比赛 热刺在主场二道一战胜海鸥军团布莱顿 贝尔贡献回归热刺后的首例进球助球队锁定胜局 赛后 热刺主帅穆里尼奥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对VR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他们应该解释这些看法 而不是把我们丢在你们媒体面前 我们解释过非常非常多次 但很多时候都找不到任何答案 所以我不想谈这个 我认为斯科特是个好裁判 他有机会去场边监视器看我们在替补写iPad能看到的画面 他应该来解释 但我知道这不会发生 所以我们的向前走 谈谈这场我们刚赢下的艰难比赛 贝尔替补上场打入回归手球 我已经说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左右了 贝尔在进步 不仅仅是从观察他得出 数据也在支持我们的训练过程 我们知道 好的是贝尔也知道这一点 我们分享着彼此的想法和感受 他应超都还没踢满90分钟 所以我们利用欧联杯来补足他的训练 我们也在部分英超比赛决定让他上场 而他的状态也一直在变好 就是这些了 他将在周四欧联杯再次首发 即使是在一场与英超强度不同的欧联杯 我也不会让他踢满90分钟 我会一直考虑这一点 直到我们认为他准备好了 今天球队很有冲击力 进球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在那之后经验丰富的贝尔上场与凯恩搭档 踢了最后15分钟 两人都非常聪明 优秀 他们持球 把球带到对手无法制造威胁的区域 我特别为贝尔感到高兴 因为他完全配得上这些称赞 等我有时间了 我会去看看黄马官网说了些什么 回应批评 贝尔清楚我们关心他 我们知道他也关心球队 热刺这支球队这家俱乐部 是最适合他的 贝尔很冷静 聪明 感觉很不错 之前他遇到了问题 因为训练很困难 身体有些不适应 但我们团队给了他所需要的东西 我谈的是体育科学 医学 我的助手 其他球员 自己很高兴他收获了这个制胜进球 最近比赛后有焦虑吗 我没多少这问题 足球世界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例如 布莱顿球员在比赛结束后还输给曼联 所以足球一切皆有可能 最后15分钟我们掌控了比赛 洛里都不需要做出扑救 我们保持了阵型 当伯恩被拉上来和维尔贝克搭档时 就该把队伍阵型潜压了 远离危险的船中区域 海恩和贝尔护球远离我们的危险区域 你总会担心有坏结果发生 但这场我们让皮球远离了危险区域 赫伊比尔和洛切尔索 赫伊比尔再次成为场上的关键议员 给了我们力量和稳定性 西索科为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奔东贝来黄牌拿得很早 然后你会带着孔去踢球 这对他来说很困难 阿盘带 进攻 丢球 球员需要恢复 第二张黄牌随时有可能来 拿牌那一刻起 奔东贝来就陷入了困境 最后20分钟 洛切尔索给球队带来了活力 他为球队做得很好 他是一个需要继续努力的球员 没有经历球队继前赛和上赛季末 他需要恢复健康水平 在对安特卫普的比赛中很容易看到 尤其是作为一名中场球员 他的状态不是那么好 踢时好位 有那种自由度 他当然可以帮助到我们 洛切尔索是否能和恩东贝来一起上场 他们可以 但两名球员身体状态需要更好 联赛排名第二 你知道成为冠军需要什么 我们已经准备好再下一场挑战西布朗了 这将是场艰难的比赛 对手现阶段需要积分 主帅斯莱文很聪明 他们很多有经验的球员 比赛会非常困难 我们准备好挑战他们 就你的问题 我明白 我觉得球队需要专注眼下的比赛 我们需要总结失误 同时清楚英超比赛只会很难踢 排名靠前的球队丢分时 人们的反应总是说这只球队踢得不好 但我相信波特和所有职教积分坊下半区球队的主帅都配得上赞誉 因为他们工作出色 有非常出色的团队 优秀的球员 所以说实话 我不知道英超后面会发生什么 布莱顿的人员调整 球员变动方面我不清楚 他们门将是做出了改变 莫佩也没上场 我不知道是主帅的决定还是球员遇到了问题 他们有很不错的阵容 可以做出改变 对我来说 分析的不是他的选择 而是球队的打法 我喜欢他们的风格 他们先踢的三后卫 然后我们适应了 控制了比赛 然后改为四后卫 然后我们也慢慢适应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替补席上能看到的 场上球员不一定可以观察到 我们之间的交流并不容易 我认为布莱顿拥有一支很好的球队 工作也非常出色 但他们目前积分榜的情况并不匹配球队的比赛实力 但他们肯定能拿分的 我们现在做出的遥厚 还有减少我们之间 因为我们的赢静 现在还可以减少 油装哦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了 然后我们是从这边 我们自己的预讯 我们的预讯